港大校務委員會成員經過開會討論後一致同意 在聘請新校長的過渡期會邀請現任校長徐立志繼續留任 令到港大平穩過渡 但現任期就不會超過18個月 身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徐立志已同意這個安排 而校委會將會成立臨時工作小組 就輪選新校長收集港大學生、教職員和校友的意見 我要強調這個臨時工作小組不是去密室 亦都不是去輪選新校長 他是去收集意見 而我很相信他是會廣泛收集意見 是令到制定一套以後新的校長 應該有些甚麼特點 應該是新的校長 那個程序是怎樣 梁志雄又強調 小組在收集意見後會即時解散 不會參與輪選的工作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警察鄭漢成報道 沙民 好 現在